严学经老师与现场观众进行猜词互动 严学经老师笔划观众猜 三分钟之内猜对十个词条 就可以获得物产大礼包 老师 他们能不能拿的奖品就靠你了 靠我们对不对 预备 开始 这太难了 让我们形容一下 他是东北话两个字 第一个字 比方说我拿一个这是铁的 答我叫我颜色怎么样 哈哈哈哈 对 我不会我会什么样 纯东北的啊 不行就下一个下一个人对过啊 就是我我先说的是第一个字 就是这道题我要答不上来 有的时候你考大学的时候不会提 你要不是你要你要啊 对了 哎这小伙行啊 厉害厉害厉害 快四个字啊 然后前两个字是一样的 后两个字一样的 然后第一这是这上面 我好像号什么 对 对对了我能说吗对吧 对了 然后他是俩毛毛 就是东北人也就是特别爱干活 就是特别毛毛糊糊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东北人这个字就是有点傻 对了 好 对了 这个就是我的搭档 然后两个字 大高个儿 那个博士特别细老的特别大 一点层次都没有 对了 好 对 然后就是那个想找找在哪的四个字 呃就是就找那个特别乱找的 对了 对了 然后 这一组选手啊 这个三个字 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家里有炕赛农村 然后羊的这个 你觉得他能玩过吗 羊的那个地 羊的这个地方 然后王岐一上 对了 对了 这样子对了 咱们辽宁的一个喜剧明星 个儿就这么矮 哈哈 算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哈哈 对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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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继续快快快到国家点了啊 安山最有名的一个水果三个字 曼国梨 好 然后就是比方说他 好 然后现在那个就是俩字啊 然后这个字就比方说我说他什么话 然后他就 他就就是蹬鼻子 正面 不是 你最后一个字对了 然后前面 对了 行了 我说话说不明白 我说他反正对了 对了 丫头 你在前面不行 在后面可有劲 来 这个是三个字 也是喜剧明星 经常和潘长江一起合作 这个儿都抽成成鞍鞍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谁 五花鞋 对了 这前面都是八字 太烈了 那个这个就是 就是我刚才说话 应该我说 他上去就替我说了 俩字 然后他形容他是什么 太烈了 哈哈哈哈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有一个节目 然后就特别胖 那个相声演员 还能写作品 经常跟风拱合作 王者王 对了 字个字 就是我 我说不出来了 然后我就 有点 你给激了 激了 对了 哈哈哈哈 激了一点 你们太棒了 你们太棒了 姑娘 你怎么这么东北话呀 哈哈哈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代表辽宁银口的父老乡亲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大家虎年 大吉大利 欢迎朋友们 到辽宁银口 来播客 女儿 小伙子 小伙子 老人 你们